现如今台湾的民调机构跟岛内的绿营的媒体和民嘴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舆情产业链 由他们做民调来进行相应的议题的设置 然后呢 后端呢 然后由相应的媒体和这个民嘴进行包装 吹嘘和架工 那对于蔡英文这几年到底做的怎么样 我觉得2024年的选举是最明显的一个体现 多数民众是不满意的 如果你做的特别好的话 应该是多数民众满意 应该要继续支持你和你的政党 和你选定的所谓的在路上的那个接班人 实际上是没有的 说明民众 对于民众对你的执政是不满的 但是最后民调做出来 只有少数的几家的民调认为 确实是不满意率高于满意度 大部分认为 这个你的满意度还是不错的 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悲哀 反映出什么呢 反映出在过去八年当中 台湾整个渔游环境的深度的绿化 甚至连民调机构也是变得了 变得蓝少绿多